女子搭捷运在车厢里滑手机 一名男子故意站在她的旁边 伸手触摸她的臀部 一开始以为是不小心立刻躲开 结果男子再度靠近继续洗臀 气得女子抓住了她的手 请乘客协助报警 前方看页监视器发现 女子都闪躲了 但男子还是坚持犯案 触摸时间长达207秒 并非短暂不当地触摸或偷袭 证为不只是性骚扰 而是为了满足私欲 依藏至猥亵罪起诉 搭捷运难免遇到人潮众多 不过竟然有女子在车厢里 碰上闲竹手 会吓到 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么办 很生气啊 走开啊 赶快走开啊 原来这名女子大台北捷运红线 正在车厢门附近划手机 当时正值上班时间人潮拥挤 抵达红树林站时 突然有名陌生男子靠她很近 还伸手碰她臀部 原本以为是其他人包包碰到 女子立刻躲开 但奇怪的是 只要列车一开 臀部就被碰 列车一停 对方就收手 才惊觉不对劲 直到七里暗站 女子气得一把抓住对方的手 请乘客帮忙报警 看看附近有谁可以支援 感觉不舒服 已经造成了 跟她讲说 就是我感觉到你在侵犯我 直接大喊说 刚好碰她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就去找车长 犯贤声称 吸引人潮众多 而不小心碰出道等语 男子被抓坦诚犯案 一开始女子提高性骚扰 但检察官勘验监视器 发现女子已经躲开 她还靠过去坚持犯案 碰触时间长达207秒 行为不止性骚扰 而是为了满足私欲 被依强制猥胁罪起诉 捷运车厢上 大喇喇对女性侵犯行为 如今得为自己夸张行径 付出代价 记者梁泽月 杨文豪台北采访报道